外资力挺航空股 拉回可以买吗 只看外资会倒霉喔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 我是千涵 今天邀请胡振宏 胡老师 千涵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最近盘面上很热门的 就是航空类股拉 那外资也是持续在买超 不过呢 他已经高档连两黑了 今天拉回五日线 会是很好的买点吗老师 好 我们在这个地方 其实我在常常跟同事朋友讲 说其实我们在看的 所谓的三大买卖超 或是主力买卖超 还是融资券 这种大家都看得到的资讯 的参稿值 大概只有10%以内 所以我们在做超盘手 其实我们在看的筹码拆解 不是只针对那个 如果是只针对那个 大家就可以赚钱的话 你我都不用上班了 对我们来看那个就好了 而且我相信那个资讯都是免费的 对啊 都不用钱就可以看到了 所以我们要怎么去看还是以什么 K线的形态跟筹码拆解 但筹码拆解牵扯到 比较高阶级的技术分析 这个我们就不谈了 我们先来看这个K线的形态 那K线形态的话 我们先看这个亚航 那亚航它不算是真正的航空股 它是修飞机的 所以就比较弱 但是它这一波也会跟着往上带 那它比较弱就是看到它 它这个回档 已经先回补它之前的一个多方的缺口 那就告诉你这个地方 它可能会稍微比较弱势 可能会比刚才 等一下我们看到这个华航跟长龙 还要再弱一点 所以这档股票就暂时 你可能就不会去考虑了 我相信也比较少人会去碰这档股票 因为它量不大 好那最多人碰的是什么 长龙行 好长龙行在这个地方 它其实它是最先发动 那这一波的发动之后 那拉回可不可以买 其实会常跟投资朋友讲 如果你要去追这种强势股 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你去追强势股你要记得 你自己要先设定好所谓的一个停损点 对这个停损点很重要 因为什么叫强势 就它已经涨了一波叫强势 对不对 那代表你跟这个所谓 不管是外资也好 主力也好 你的成本已经跟他们差了一大截 好那外资跟主力 它随时可以出场 对啊 它出场都大赚了 外资它从买几万张 到最近已经开始买几千张了 对 感觉就是好像越买越少 对 有点给它弱弱的 对这个千涵讲的很好 其实我们有时候在看外资买卖超 像这个千涵他注意这个角度是非常好 就是说 他知道之前是买大的 现在买越买越小 那虽然有在买 但是是不是买盘力道 开始在减弱了 这个我们可能要稍微去注意一下 所以如果是说短线 你手上有的 或者你想追的 好那没有关系 你追进去之后 假设这个短支点真的被跌破了 这个跌破的话 你基本上 以我们超板手而言 我们就会先跑 长龙航是24.35 对 24.35 如果真的跌破的话就先跑 你说会不会再反弹 会不会再往上折 我们就不管这些 因为这叫做风险控管 我们不要去预设立场说 他一定会涨 还一定会弹 这个就不要去想他 你既然要去追所谓的强势股的话 你要有这个动作出来 才能够把你的资金 做最安全的一个考量 是 好 那再来我们就看什么 华航 华航是后面跟着长龙航 再往上冲的 他好像比较更强一点的感觉 对 如果说以K线来看的话 这个千涵就比较会看 真的不错 你这样又有学到很多东西了 为什么这样子讲 你来看 这一个两个黑 跟他前面的最后一个红 其实这两个黑 已经把他给怎么样 撕掉了 所以他比较弱一点 可是这个华航 因为他是后面才长的 所以你可以发现 这个两个黑 还没有去怎么样 跌破 也就是说还没跌到 不要说跌破 还没跌破 最后一根红K的低点 所以就看起来 就是比长龙航还要强一点 但是因为是长龙航 他先长 先长的一定会怎么样 先休息 后面长的就会 力道会稍微再补涨一些 会比较强一点 但是还是要去注意 我说这个短支点 短支点23块 就不能够去跌破 如果你去抢的话 假设他真的在盘中 我们这样子讲了 如果你是比较积极的 比如说我就是希望说 他能够赶快涨 或是说你的承担的风险 比较大的人 好你就是怎么样 等到收完盘跌破了短支点 你隔天再走 那你说我比较保守 我没有办法承受那么大的风险 你盘中一跌破你就走 所以他如果 比如说如果我隔天才要走的 他隔天又涨回去怎么办 那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你就等于说因为我今天收盘 那代表很多就少赔了 对 我们就不会去想说 他隔天又再涨怎么办 因为会跌破就代表一定有人卖 那卖的人也绝对不是散户 因为散户都在看好 所以会把他卖到跌破中红K的低点 绝对是谁 主力或是外市去卖 代表这个卖亚就已经有人在调节 但不是所谓的散户去调节 这是法人或是主力 所以这一点你可能要稍微去了解一下 可能会比较好 操作上记得降低风险 控管风险是最重要的 我们今天就跟各位同学分享到这边 谢谢老师的分析 想要知道更多财经的最新消息 也要持续锁定老师的LINE和Telegram 财经及时通我们下次见 拜拜